一项最新调查显示 中国大陆2010年基尼系数达到0.61 高于全球平均0.44 收入不均的程度世界罕见 新华社周一报导 一名16岁的藏族少女在青海省自焚身亡 这名女学生前晚不到7点前 在大陆西北部青海省某村庄自焚 人群团体表示 自从2009年以来 已经有90岁的女生 很多名藏人自焚 抗议中共对青藏高原的统治 自焚事件的频率在11月急剧升高 大部分自焚者都死亡 莫言星期天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和读者交流 在提问阶段 莫言被问到敏感问题 并说他是文学奖得主 应该让政治家去回答政治问题 文学家去创作 莫言回避言论自由问题 引发网友热议 汇丰银行经济顾问南兆基周一表示 中国大陆进出口的数据比预期逊色 反映明年大陆的经济仍有隐忧 估计明年的出口只会有低位数成长 最快要到明年下半年才会恢复 今儿有的电视中文报道